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cia 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的三月爱用品影片 那么其实它不算是三月 算是一月到三月我的爱用品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例子是Kiss Me的jawliner 那么呢 它是这种很细的鼻头的 虽然讲它很细 但是它不容易失手 而且它很滑顺 它这样子哦 你这样子一画 就画到有颜色哦 内眼线还有外眼线都很适合 因为它很细嘛 所以呢 它画外眼线是可以画到那种很 你们看 很精致的这种 sharp的liner 然后它是褐色的 因为我最近很爱用褐色的eyeliner 所以我就买了褐色的 其实我这支是算是买错 因为我本来是要买它们的 那种ink的liner 但是我不小心就是买错这个 然后发觉还蛮好用的 所以 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是loreal的foundation 这个我在我的IG story有推荐过的 就是这个 True Match Satin Smooth Liquid Foundation 我的色号是F2 这一支呢 其实还是比不上我最喜欢的bontrax 但是 为什么我会喜欢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不会让我的眼下觉得很干 因为很多那种mat 这个不是mat 这个satin 因为有很多市面上的foundation 会让我的眼下很干 然后开始就卡纹 但是这个不会 而且它可以让我的鼻子的妆 很好的stay在那边 就算它绒妆也好啦 它不会看到很丑一大大 这个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而且它这个颜色还蛮适合我的 最后一个化妆品呢 就是这一个loreal的color rich matte 这一支是色号233 我跟你们讲 这个颜色超美 看着是很美 这个颜色 我见到我嘴巴上也是涂这个颜色 但是呢 它有一点点干 因为我嘴唇是干的 虽然讲 它很干 但它不会让我起死皮 所以我是勉强 还可以每天用它的 而且它的 我很喜欢它的包装 就是看起来很有质感 你们看 我是Guardian 50% off的时候买它 它才19块 很便宜 19块一支唇膏 然后 嗯 这个真的很美 这个我最近这两个月 我一直在查它 真的很美 接下来呢 就到护肤瓶 我最近很爱用的这一支护肤瓶 是我上次在泰国 买的cucumber toner 那么它这个是主打2in1 cleanser and toner 可是我只是把它当toner 用啦 那么它的这个质地呢 是还蛮稠的质地 它跟我之前喜欢的那一个 Gimeira比起来 就是需要用手推开的 这个toner 也是算是 我的toner里面 算是最爱用的一款toner 它真的是让我的皮肤觉得有清爽 我脸不会那么紧绷 洗完脸之后 然后它的味道也是很香 它就是cucumber 然后清甜的味道 而且它的价钱 我记得是不贵的 那如果你们有去泰国的话 可以去看看他们免税 免税店 接下来的护肤瓶呢 是Batisse的Dry Shampoo 我之前用过Wasson的一款 那个味道只是太重了 其实我也没有感受到它的功效 因为我只是一直嗅到它的味道 你想像一下那种男人 喷的那种香水 不是香的 是很皱的那种香水 因为那个Dry Shampoo 就是这种很皱的味道 我真的是接受不到 那么之后呢 我就用 Hermal有在卖的这一支Batisse 我记得Gen Name 也是很爱用这一支 那么我真的是觉得 它非常好用 我现在也是有在用 因为今天早上 我发觉我的头发太塌了 那么我就给它一点volume 就是可能 我开了这一个线 然后我就会喷在这个线 然后它会出白白的粉的 这样子的东西 你就去搓它 然后呢 我就在中间有粉条线 然后再喷 喷了椰这样子 这样也刷它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子的volume 而且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是清香的 它是真的清香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 有在找一个好用 然后又香的Dry Shampoo 我推荐大家买Batisse 然后这个的味道是Original的 而且啊 价钱也不会很贵 所以很推荐大家买 讲了这么多 我还是没有讲到它的重点 那么这个Dry Shampoo 它可以让我的很油的头皮 变得非常的干爽 可能有一天就是很懒惰洗头的时候 我的头发就会开始出油 那么这个时候我喷上这个Dry Shampoo 在出门呢 就是完全不会有问题 然后我朋友也不会觉得我头皮很油 接下来呢 是我要推荐给大家的面膜 Botanics的这几款 其实啦 它这样多个不同的口味哦 还有这个比较秀的这一款哦 我以为这样多个 除了它的味道不一样之外 我真的 嗯 我分不出它们的分别 因为每一个对我来讲都 非常的服贴 我很喜欢它的面膜 就是 你服在脸上就是很服贴 然后你会真的感受到 它是贴在你的脸 而不是它是否在上面那种感觉 然后我会真的是有感受到它的那个精华 有吸进我的皮肤 然后还有呢 就是 它不会让我的脸太过油 因为有一些 嗯 比较滋润的面膜的话 它会让我吃痘 那么呢 这几款呢 它是算是那种比较 嗯 Hydrating 然后又不会太过 moisturized的面膜 所以如果你是很怕 敷了面膜会吃痘的话 我觉得可以try一 try Mental Latem的这几款 如果你要我选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你们买这几个 这是玫瑰的口味的 然后还有就是 Dip Hydrating 这是 Brightening and Moisturizing 然后还有这一个呢 就是 深层净化肌肤 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没有太过 Hydrate的关系 所以我还是推荐这一个 因为我皮肤比较干 所以如果你是干肌的话 就可以试试看用这几款 接下来呢 是Lotion Lotion是我每一天晚上都一定要用的东西 因为就是开冷气 在冷气房里面 我的皮肤会很干 不只是我脸 不只是我嘴巴 还有我的身体也是会很干 所以我就最近很爱用 这一个Albino的 这些其实是去年我在台湾买的 但是我发觉 它们好像没有再出这一个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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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过滋润 滋润到有一点点 在我身上觉得很油 可能 我就可能要打字啊 还是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 嗯 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Albino这个它就是 它滋润到来 它不会太过油 所以呢 之后我又去买了另外一款 这一个是 Daily Moisturized Shell Hydration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比较滋润 如果你们有看到这个粉红色的款的话 我建议大家去买 尤其是干肌 那如果你是普通肌肌 你就可以试试看这个 但是 它这个价钱是贵的 40多块 一支这样子 350ml的lotion Rose跟这个 相对起来会比较便宜 我忘记了多少钱 但我还是喜欢用Albino 所以没有办法 接下来是卸妆的用品 那么我要介绍给大家 是Guardian的这个卸妆棉 那这个卸妆棉 其实它是 呃 让我用来卸眼妆还有唇妆的 因为它是这种厚厚的 然后它会 旁边会这样子缝起来 就是你在卸妆的时候 不会 你要棉去 不会 推来推去 那我之前是用Daiso这一款的 但是Daiso这一款呢 会比Guardian超微贵一点点 因为Daiso这款呢 就是2包6块 但是Guardian 我上次在50% off的时候 我买喔 它4包 呃 4包这样 4盒 才10块 就是便宜 比这个便宜几块 所以我就 买了1大包 1大包4盒 的Guardian 这个 还不错用 而且用起来跟 Daiso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如果是Guardian有50% off的话 我推荐大家去买一个 接下来是一个跟美妆5管的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 给大家猜猜看我想要介绍什么 我之前的Vlog有讲过 就是 Shimono的吸尘机 真的很好用 因为 呃 我是算是个有一点点洁癖的人 就是我不想看到地上有头发 我不想看到有灰尘的人 所以如果要我 扛着这样大的吸尘机 放在 呃 那个房间里面一直吸的话 我就觉得很麻烦 因为要扛来扛去 所以我就去买了小小哥的那个 很轻巧 我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很爱用它 因为它的马力是很足够的 就是我 我 我可以开给你们听那个声音 你要听啊 它是真的是吸力很强的咧 然后它真的是可以 吸 我的房间吸到很干净之余 它 还很轻巧 然后很小哥可以放在房间 然后 它就是这样子 handheld 然后它有很多个不同这样子的头的 这样子的头的 这样子的头的 反正我就是会这样子拿来 吸地上啊 吸墙壁啊 吸厨啊 这样子 然后重点是它的价钱才200块不到 这个是我在go shop买的 然后我记得买这个红色这一款 因为它还有其他颜色的 我觉得红色这款好用 然后 就是 还有一个 这样子的座位 它就是下面有三个洞给你插那个管 还有这个大的洞是给你插那个吸尘机的 这个是专业吸地上的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 我通常 我通常都是用这个斜角 斜角的这一款 这个吸尘机就是很好用 如果你是自己出来读书啊 自己出来住啊 就是你不需要用到很大的吸尘机的话 我觉得这个轻巧又好用 而且呢 它的清理方式非常的容易 就是你只要把这一个 透明的这个 plastic 打开 然后丢掉 再插回去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方便 然后呢 这个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爱看的戏 我最近很爱看小女花骨气 就是我这个脑餐粉 我是专业脑餐粉 因为我就是 最近我很难看得玩一个联系剧 那么我就刚开始看这部的时候 就觉得应该还不错吧 因为是零一层眼的 结果是上映 然后再看上映 我就觉得难住这样很帅 很帅 我就觉得我不能 接下来呢 还有要推荐大家看一个电影 就是Alita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懂这个电影吧 因为还蛮红的 反正它就是一个 在讲述 2300多年 我也忘记了有多年 反正就是很久很久以后 整个地球就是collapse之后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高级的人 跟低级的人的生活 我觉得整个事情就是很刺激 所以讲前面有半个小时 我觉得还蛮险的 你只要过了那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觉你的眼睛就是不能停下来 你不能按电话 你一直要看一直要看 它是一部会让我们反思 然后又很激烈的一个电影 动作片加上 你又要用脑翔的东西 最后一个我要推荐大家看Netflix的Kingdom 如果你有看Netflix的话 你应该懂这一部片 因为这部只是很红 Kingdom其实是一个韩国片 那么它是讲述朝鲜时代 就是古代的时候的一群僵尸 然后就是僵尸啊 跑来跑去啊 杀人啊 咬人啊 它有点像Train to Pusan 可是它是古代的Train to Pusan 然后它是 它这个季度是六集 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完 推荐大家去看 很好看 好的 那么今天的爱用品 我就讲到这里 我已经很久 感觉是很久没有拍片 很久没有做爱用品 所以今天就特别开心 然后讲话讲很多 那么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个like 还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